四哥 你来找大师兄喝酒的 我此前虽喜好与你大师兄喝酒 不过此次 是专门来看我的妹妹的 有劳四哥费心了 我原本就是过来看一看你 不过眼下这么瞧着 你这伤倒是好了 但是你的脸色怎么看着这么奇怪 煞白煞白的 莫非是莫冤回来了 你不开心吗 我挺开心的 我哪儿不开心啊 那你怎么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兴许是因为方才我用了法术 一时没缓过来 好了 同你说吧 不过是因为团子 同叶华生了一场嫌弃 之前团子在我那里 喝了两口果酒 谁知道小孩子酒量那么差 他醉了七八个时辰 都没醒过来 我觉得这本不是多大的事情 叶华看到了 就捅我生气了 还是我没把团子 当成亲儿子来照顾 我一时气不过 就说了些重话 我让他去找他的侧妃 照看他儿子 别再来找我 那阿黎才多大一个娃娃呀 你给他费了那么些酒 醉了七八个时辰都没醒过来 也不派个人抱叶华一生 而且你这个当后娘的 也不知了去向 他若心中没有半点起伏 那尾时也是个人才 按照你的性子 往常这种事 也就当个笑话罢了 可这次却赔了一身的风度 还端出了他那个侧妃 某足了劲刺激他 你这么反常的行为 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不可能 不过 我上九重天这两日 气度确实大不如前了 看见那肃锦侧妃 全身都不对劲 也受不了叶华 她说了我两句 莫非我真的是吃醋了 还醋了这么久 你果然是吃醋了 不会吧 我整整大了她九万岁 如果动作快点 孙子都有她一般大了 我还想着 帮她那几房貌美的侧妃呢 四哥 若我真的对她有感觉的话 当时她向我表白的时候 至少我心里应该有感觉吧 什么 她竟然向你表白了 好 能一眼看重我代大的人 这小子颇有眼力 说到年龄问题 我们阿爹也大了阿娘 一万五千多岁 只要相貌登对就可以了 你们俩的相貌就很登对 说到娶瑟妃这个事吧 从前哲言心心念念的 也要给我娶一个夫人 可是娶了很久都没有娶成 她应该是觉得 这四海八荒 没有哪个女神仙配得上我吧 你呀 天生就是少跟金的 于风月之事本来就不在行 我问你啊 她若走了 你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 叶华出来青秋的时候 确实是不习惯的 但想着 反正日后要同她成婚 都要住在一处 所以便随着她去了 白天的时候 她拉着我散步 她披公文的时候 我在旁边嗑瓜子 晚上再陪她下两盘棋 我想着 反正日后成婚 千秋万载都要这样过 也就渐渐习惯了 不过方才 你这样一问 我倒想起来了 叶华来青秋之前 我到底是怎么过的 今日看来啊 你十肉八九是桥上叶华了 不过你也不用这么纠结 叶华她既然当时立下了誓约 若日后她不遵守的话 那这样看来我就放心了 那我先走了 四哥 你放心什么呀 那她真的违背誓言呢 那我该怎么办 若我是真的对叶华动了心 那我白遣这十四万余年 岂不是越回越回去了 竟会对这个比我小九万岁 等闲该叫我一生老祖宗的小子 默默动心 好 昨日团子醉酒时 奶奶还说 这小殿下的酒量正是随了她的夫居 十分的轻 一二三四五 五个酒坛子 酒量并不算钱 你是来拿解破灯的 随我来 一四五 Entre Red 来吧 三四五 деся 怎么办 肩膀有不惊喜的 谢谢今日 的 也不能用仙法保护 必须亲自点着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细心照顾的 是我多虑了 照顾梦月 你一定会尽心尽责 你不要死 这灯上有凡人的气息 这 这灯我用过 我记得奶奶曾跟我说过 你想用这截破灯 做一副团子她娘的 骨肉之躯 那这灯我便收下了 我知道 这截破灯是天族的圣母 你就这样轻易地给了我 可有什么不妥吗 本来 这次来截截破灯之前 我还想着 借了这灯 青秋和天族的债 就算是一笔勾销 两不相欠了 但你 这么轻易地就把灯给了我 我 我很感动 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我应该要回报你才是 你 你需要什么忙 你可以告诉我 能帮的 我都会尽量帮你 我没什么想要的 你真没什么想要的 那 我便先回去了 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 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罢了 你想 要我 当我没说 我 我还是先回去了 野花 你 这难道是日游所思 夜游所想 我对野花的心思 竟一竟 已经卧出到了这个地步了 我 我的衣服呢 我先麻烦 用法术变错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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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和我一起 我要和你在一起 你 今夜也许是我这一生 最后一次完完整整地拥有你 哪怕你的心里 只有墨月 怎么还没睡 怎么还没睡 以前 总听四哥说起你的威名 说 只要有你的战事 没有不所向披靡的 怎么与赵人族那一战 你却差点灰飞烟灭呀 若不是我故意放水 去去赵人族 如何能伤得了我 为何要故意放水 我这一生 从未羡慕过别人 我这一生从未羡慕过别人 我这一生从未羡慕过别人 唯独羡慕我二叔 他和绍兴私奔的事 你可曾听过 他和绍兴私奔的事情 你忘了 我可是当事人之一 二叔求仁得仁 虽然过程坎坷 但是结果最终圆满 天真虽宠爱他 却从未立他为太子 没有了太子这个身份的束缚 他脱身倒也脱得洒脱 不是 那你呢 我 我虽是太子 所幸我爱上的 正是秦秋的白浅上身 千金 若有一天 有人堵走了你的眼睛 你可会原谅他 这天上地下 有谁敢剁走我的眼睛 若那个人是我的 是你 你要真是拿走我的眼睛 我跟你的交情 也就到此为止了 那几波灯 你要记得 三日不灭 少一个时辰都不行 也不能用宪法保护 必须亲自盯着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小心谨慎的 放心吧 好好睡吧 我走后 你千万不能离开这个株林 好 你觉得孤单 便对着镜子叫我的名字 但是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能离开这里 好 为何这个凡人 跟我长得如此香香 叶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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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丈夫不是不让你出株林吗 叶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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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送我回来的 既然我同叶华两情相悦了 婚自然是不能退的 先时 太子殿下可醒了 回先时 太子殿下已回天宫了 他还真是政务繁忙 有交代何时回来吗 并没有交代 姑姑 凤九回来 我的小九终于回来了 怎么样 敌君的救命之恩可报了 报是报 但还没还上我不知道 看来我们家小丫头 这次真是受伤了 伤到哪儿了 是不是伤在这儿 姑姑 你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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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哭了 那神之草 确实是 不该留存于事的东西 孙儿愿去将神之草 一概全毁 野华 即便不会被毁掉 也无人能轻易得到 你何必去做一件 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有些东西 留在这世上多一日 便是多一日的隐患 说得有道理 野华 本君这几年的经历 也打不如从前了 准备将天地之位传给你 只是缺少一个合适的时机 如果这一次 你能力战四大凶手 行 本君就准你去毁了那神之草 永除后患 谢天君恩准 你去天界 去点兵三万 孙儿想独自前去 你要独自一个人去 是 孙儿想悄然行事 以免事情外传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毕竟神之草是邪恶 或许有很多人 在暗中机遇 可那四大凶兽 你能应付得了 孙儿将来要登天君的位 如果连区区四头凶兽 都应付不了 如何能让四海霸荒的 群仙心服 孙儿只需三日 便能全身而退 好 就三日 本君等你的好消息 是 先是 司隐 她是女人 怎会是我的十七十地 莫非是玄女 说 你为何会在我西海 大师兄 我是十七啊 你真的是十七 你是我的十七十地 当年 十七顽劣 擅自带走师父先体 无言在面对各位师兄 师弟 你让师兄们号召 七万年了 大师兄终于将你找回来了 大师兄 大师兄 你为何要装作女人 宫中人说 这里住着折颜派来的仙势 不会就是你 这七万年了 你一直住在十里逃离 十七本就是女儿人 当初为了拜师昆仁虚 才化作难民 是吗 十七本是胡帝白纸妖女白情 瞒了各位师兄还有师父 是我的错 你真的是女人 当真 你呀你呀 就骗了我们这么久 请求白情 你 清秋白浅 难怪几百年前 都说秦仓再一次破终而出 是清秋白浅再次将她封印 换回四海八皇又一次太平 难怪 也就只有我们昆仑旭的人 能做到 好 做得好 是 是 我先问你 师父的心身在何处 你可知道 前日昆仑虚隆旗大臣 是师父要回来的征兆 昆仑虚也有征兆了 莫非你也知道师父要回来了 师父知道 叶华说 只要守着这截破灯 不眠三日 师父就能醒过来 师父原神 当真在大哥地内 我用追魂术探查过 千真万绝 难怪大哥病了六百年 却查不出病疫 原来一直在守护师父的原神 那师父原神聚集之后呢 哲言说 他自有办法 是 姑姑 我进了他们的山房 给姑姑做了一些小菜 快来尝尝 我们家小九真是好 尤其是这一手厨艺 你不在那一个月 我都快想死你了 我爹娘总说 把我留在青秋 让姑姑照顾我照顾的辛苦 这样看来 分明是我照顾姑姑 照顾的辛苦 就是这个味儿 我听米谷说 我不在的这些时候 都是太子殿下做饭 给姑姑吃的 这段时间 她的确辛苦了 姑姑你脸红了 没大没小 拿我开玩笑是不是 姑姑你动情了 放酒来给姑姑倒酒 庆祝姑姑终于铁树开花 有心上人了 而且啊 这个心上人 还是姑姑未来的夫婿 真的是圆满 恭喜归恭喜 但这酒我就不喝了 为什么啊 姑姑不是心情好 心情不好 都可以喝酒的吗 再说了 都已经找到 摩原上神的元神了 这酒啊 自然是要喝的 因为我要不眠不休地 看着这解破灯三日 所以我不能喝酒 这个解破灯 我当初拿了 就是为了给墨原上神用的 没想到兜兜转转 还真的用上了 姑姑是怎么得来的呀 是叶华亲自送来的 太子殿下亲自送过来的 不错 看来太子肯拿出这个灯 想必也是放下诉索 应该会对姑姑好的吧 怎么了 小九 我就是在想 这个解破灯 真的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你可别小看这个灯 你看 如今我不就是用它 来恢复师父的元神吗 也对 每年这个时候 都是宫里桂花开的时机 阿丽每每这个时候 都会肾上起疹子 务必用秋葵煮水擦身 才能缓和症状 太子殿下每年都叮嘱 奶奶不会忘记的 下去吧 君上 那四大凶兽 秀为身后 君上为何不奏请天君 带兵前去 本君不想惊动太多人 那就请君上恩准 让我一起去东海英州 虽然臣不计君上的修为 但在关键时刻 也可以挡一挡那 四头猛兽的威力 以你的修为 就算去了 对本君也没有任何注意 本君此行 对神之草是志在必得 若我三日不能回来 你们千万记得 绝不能让任何人 靠近营州 尤其是清秋的白浅上身 明白了吗 属下明白 你如今宫 君上 罪抚玄女昨天已经逃到 营州 随行的还有一个凡人 我们已经把人埋在暗处 只要玄女威胁到公主殿下 我们就立刻把她拿下 他们来营州做什么 莫非是为了神之调 军尚 还有一件事 说 玄女手中 一直抱着小殿下 万一打起来 我们怕会伤到小殿下 所以一直不敢靠近 属下明白 一定以小殿下为重 你错了 这里没什么小殿下 本军的孩子 在出生的那一刻 就已经没了 属下明白 下去吧 是 玄女 你既骗了我七万年 又何必再抱着 与我的那个孩子到今日 我真是看不通你 你是不是认为 我是个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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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抱着个病儿 没有 大紫民宫是个被诅咒的地方 那里充满了仇恨和欲望 一直在那里 会不由自主地 被所有人向前推 做错事 无法回头 当初你若没有跟我二哥回来 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失去一切 满心仇恨 是啊 我若当初 没有跟你二哥去议计 你知道吗 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女儿 我尚在强宝中 大姐 便嫁给了青秋湖地白纸的大儿子 所以我从小听得最多的一句话 所以我从小听得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大姐如何光耀加盟 也是因为大姐的缘故 我从小与白浅玩在一处 她是青秋地基 是青秋最美的女人 她是青秋最美的女人 而我 什么也不是 后来 娘让我嫁给了一个黑熊精 我就逃 逃到了昆仑须 燕汁 我是真的爱慕你二哥 也算是抢走了 思音的新伤人 从此你不做 不无从 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 我为了你二哥 抛弃了一切 他以为我只想要 以后的位子 可我若不是 真心爱的 我又怎会走到 今天这个地步 你这位二嫂 真的自从生下病儿就一直这么抱着呀 虽说是自己的孩子 也太吓人了 你一路跟着我们过来 难道就不怕吗 怕什么 我不是凡人 我是一族 原来你说这个呀 原来你说这个呀 我从小呢就爱听细文 都是书上才能碰着漂亮的一族 都是书上才能碰着漂亮的一族 如今让我碰着了 有啥可怕的 有啥可怕的 此处是东海营州 是神仙都不敢来的地方 可是你却硬要跟着我们过来 难道你就不怕丧命吗 东海营州是什么 我不知道 不知者 自然无畏 没想到啊 你居然还能说出这么有学问的话 我好歹也是个小捕快 平日里总听大人们说几句 听多了自然就记得了 你快睡吧 我记守夜 对 不对 你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你们女人啊 就是爱多行 你可有喜欢过什么人 为何忽然这么问 我就是想知道 七万年前 算是朦胧喜欢过一个人吧 他是神仙 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 觉得他特别可爱 后来也就淡了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喜欢 你还真是 有什么就说什么呀 我一贯如此 只不过在凡间 你们这些凡人太难应付了 还不如装作哑巴安静 那我这个凡人小捕快呢 也是个有什么就说什么的性子 小哑巴 我喜欢你 你 你 你什么你 你不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吗 怎么结巴了 你喜不喜欢我 我 你不要告诉我 你不要喜欢我 你 你是不是知道我是谁 对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胭脂 一族的公主 一君的妹妹 你一直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好 那你是谁 明日过后我就告诉你 现在 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还把我当做那个小捕快 让我 保护好你这最后一程 好不好 好 痛快 这才是我喜欢的胭脂 早些睡吧 我去守夜了 来 走 我的天哪 找我 你一股好 拿这吧 那才把我问你 特别有些人 他等我了 这还行吗 他们现在固定了 他被冲队都在了 也挡不住他们了 所以 你们二人就在洞口等我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什么声音 都不要进入 要是到天黑 我还没有出来的话 你就带着我二嫂离开 你是说你要独自进去 你说得不错 我是要独自一个人进去 二嫂眼睛不好 把她一个人留在洞外 太危险了 小不快 二嫂 就交给你了 二嫂 等我出来 我一定会拿到神之草 救你的孩子 胭脂 胭脂 真是不要命啊 听好了 老大 你留在这里 想活命的话 就不要乱跑 不行 我一定要亲自拿到神之草 不是说着你在洞外等着的吗 开什么玩笑 我是男人 哪儿我守在洞外的道理 快 快带我二嫂出去 这四大凶手 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的 好 是吗 你还给你 我一定会想要 你考虑 是吗 你还给你 想要你 是吗 我可以 是吗 你还给你 我可以 来 畜生们 听好了 爷是昆仑须 坐下十六弟子子兰 有爷在此 你休想伤人 你休想伤人 坏了 燕姐冲动了四大凶兽 保护军胜 骗子 我们这么说 我就发现了 你的手 天使 天使 骗子 你 goes 天使 天使 二人 三人 你拜 hare 看他的小弟子 一定是 二人 四人 二人 三人 三人 四人 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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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 二人 三人 三人 不 李嘉 趁你这些异兵还没死职 快逃吧 你难道不知道四大凶兽 有什么修为吗 就算是十个人 也休想逃出去 军尚 是军尚吗 你也是来抢神枝草 你也是来救我们的孩子的吗 先别管什么神枝草了 带女人们出去 我不是因为你妹妹 我才不需要你救呢 走 坐你们出去 我不 神枝草在这儿 我不走 我要去救我的儿子 我要去救我的儿子 随你的便 要死就死绿色呆 看情形 还是没有活口的 太子殿下 你怎么在此处 是谁惊扰了四大凶兽 是义族 来找神枝草救一个孩子 义族 是谁 义军和义后 都在里面 行 快走 快走 女儿 我们走 看 来 走 打一打 攻击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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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怎么还不走 快走 我不走 我不走 谁知草是我儿子的 我要救我儿子的爹 我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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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我 着 着 着 帮我走 来 殿下要做什么 将这营州沉入东海 彻底消灭山枝草的痕迹 林肖 岳兄弟 solids 国交河 探查 殿下 太子殿下 胭脂求太子殿下 能赐一桌神枝草给胭脂 给了你也没用 这是铁足生物 胭脂知道 可这孩子有一半先则血统 胭脂想或许他真的能用 求太子殿下 看在天族和异族七万年的情历上 就赐一桌神枝草给这孩子吧 胭脂知道 如今东海盈州已经回了 天下就再也不会有 神枝草这个东西 太子殿下手中的东西 或许是这个孩子 活下来的唯一希望 来 谢太子殿下 来 快 二哥 我已向太子殿下 要了神枝草 快试试看 看你儿子能不能醒过来 二嫂他 二嫂他 醒了 不错 那神枝草是给我们儿子的 天下 神枝草 不要说话 我会把你带去大子铭宫 你很快就会好 很快 绘了虚山头里 不过是真的 我知道 玄女 这几万年来 到今日 我才记住你真正的脸 我们这夫妻 是做得何等可笑 又可悲 二哥 太子殿下去了何处 往峡谷那边去了 太子殿下 我已将神枝草交与令媚了 不知义军还有何事 殿下可否告诉李静 你取的神枝草 是为了救谁 天族的事 何事需要向义族交代 李静只有一句话提醒殿下 这草能救任何人 唯独不能救莫冤 殿下请放心 李静无意插手天族的事 之所以这么劝殿下 也是为了报答你给我神枝草 救了我儿子 本君为何不能救莫冤上身 七万年前 莫冤用自己的元神 封印了冬皇忠 如果七万年后莫冤真的醒来 那汇聚在冬皇忠上的元神 就会消失 而秦藏 也极有可能破重而出 冬皇忠是莫冤上身 亲手铸造 难道连他自己都控制不了吗 可是殿下有没有想过 如果秦藏妖法打增 你认为冬皇忠还能支撑多久 到那个时候 莫冤的元神就会消失 我敢说 离秦藏破重而出的日子就不远了 秦藏被冬皇忠所困 又如何能要法大增 我们兄妹三个 就是秦藏要法大增的义骨 我们兄妹每死一个 秦藏就会要法大增 就在前几日 我大哥已经死了 既然殿下和阿英有婚约在身 那日后就是继位的天地天后 可殿下 又何必要帮阿英唤醒莫冤上身呢 莫冤上身是浅浅的师父 救他 是倩倩七万年来唯一的心愿 那如果秦藏真的破重而出 殿下要为了阿英 用自己的元神奉命秦藏 成全莫冤和阿英吗 严禁于此 殿下手中是最后的神之草 严禁于此 要如何做 也只有殿下自己能够决定 其实我是 昆仑勋莫冤坐下 十六弟子子了 你怎么知道 我哪里漏馅啊 我被凶兽政婚时 隐约有听到 你自报师门哪 这个是我们仙界的习惯 较量前总要先抱一抱 自家明慧 免得万一敌不过战死了 没人受试 燕尘 我 我就实话实说吧 之前你二哥闯上昆仑须 说是见到了思音 我便想来凡间 找一找师弟 却没想到看到了你 正好你那日遇到麻烦 我便借机接近你 想留在你身边 看一看你这位异族公主 在这凡间 又是装哑巴 又开饭馆了 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 阴谋诡计 那你可是发现了什么吗 没有 我这个人笨得很 什么都没发现 其实 没什么 我只是不想在大紫密 再看到他们勾心斗角 自相残杀 所以就来到凡间 图个清静罢了 原来如此 所以 你没有发现什么阴谋诡计 就要走了吗 不错 如果 我要再回到凡间呢 你会跟着我去吗 不会 我已经收到昆仑计的传信了 所有师兄们都已经回去了 所以 我也必须要回去 明知道我是义女 你是上心 我却还问这个问题 真是不私心啊 燕芝 我 我走了 别跟着我 当银鹤群如此 还是师父 落水一战的时候 今夜又是怎么了 非我昆仑虚弟子 是不可擅长昆仑虚的 师父 我是太子 叶华 不知太子殿下 叶仿昆仑虚所为何事 本君想借昆仑虚的炼丹炉一用 炼丹炉 好 殿下 请随我来 这炼丹炉是昔日师父常用的 不知现在还能不能用 多谢 太子殿下还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不必了 可你的伤 无妨 你先退下吧 是 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来过这里 殿下放心 我一定守口如瓶 我一定守口如瓶 你跟住的 你还能够 我照顾你 不必了 你不是 你が好 我照顾我 在那儿 突然 你不得了 不必了 我照顾我 你别担心 我照顾你 你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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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照顾我 你不必了 去营州取神之草 将我这七万年的修为 同神之草一起炼成丹药 给蝶庸服下 不出三个月 师父便能醒过来 看来 姐姐 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 十七 方才我听公国私下讨论 据说你要与天族太子成婚 还不知道 他是否愿意为了我 做一个继任时 不立天后的天君 这两三万年 我都撑不住那荒火天雷 为何 你还不知道十七吗 因为我没好好修行啊 记得当年飞升上仙的时候 还是师父替我挡个劫 那时候是三道天雷 如今这继任天后 要八十一道荒火九道天雷 可不是闹着我耳朵 你呀你呀 平时不好好练功 结个婚境也受影响 大师兄真是无话可说了 再熬一夜就到头了 吃些东西 大发时间吧 谢谢大师兄 你怎么了 给琴琴 命都快没了还东西 给琴琴 命都快没了还东西 大皇子 感觉如何 大皇子醒了 快去通报你们水军 是 是 我自觉的这六百年来 精神头从未像眼下这班族 今日我定要去西海上岛游一游 看一下这六百年再也没见过的景致 那便去吧 别再耽搁了 我若像你一样睡了六百年 怕是早就受不住了 先使这些日子辛苦了 快去歇息吧 我是要去睡了 我日日盯着这火苗 眼睛酸得很 麻烦你同我大师兄说 请他这两日不要来找我 好 好 好好一个人 怎么忽然就这样了 谁知道啊 如果他还有命活过来的话 自然会告诉我们 你确定这个闷葫芦 真会告诉我们 他身受重伤不先回天宫去 反而跑到这十里桃林来 肯定是有些事情不想让别人知道 又不想让天君知晓 所以只能托付说给我听 说得倒有些道理 你拿这个做什么 他好歹也是个天族的太子 现在少了一只手臂 你说多难看啊 所以我特地去碧莲池 捞了一个万年莲藕 给他做个假胳膊 这假胳膊能挥剑吗 不能挥剑 动都动不了 就是个摆设 那要他干什么 好看哪 你总不希望他哪一天 去迎娶小五的时候 是一个独臂吧 倒也是 是 那你做得地道些 最好别被看出来 别看了 感谢观看